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贝美食频道 今天做一道家里炒饭 家里炒饭泰国吃了比较多 东南亚这一块吃了比较多 材料准备也很简单 烫过的虾肉,虾仁 然后一些青豆 我还准备一块咸鱼 一个核桃,把它白碎 熟的核桃 然后一些红椒和青椒切成丁 半个洋葱切成丁 好,开始 咸鱼切成块 炒饭里面放咸鱼是很好吃的 广东那边专门有咸鱼炒饭 我以前吃过味道很好的 这个红椒 红椒有点辣的 可是不是很辣 放一点点 青椒也是甜 鸡蛋两个打碎 把鸡蛋炸散 多打两下 它会炒的时候比较蓬松 我这里新的一种方法 往鸡蛋里加一块奶油 这样鸡蛋出来比较软 炒得比较软 而且奶油这一块有特殊的香味 好,我们开始炒饭 好,我们开始热锅 炒饭 现在锅已经热了 倒入油 锅炒滑的油 把鸡蛋炒出一部分 再放点冷油进来 然后开小火炒蛋 这里边有奶油 所以奶油高温不行 鸡蛋开小火 这样把它拉开比较好 奶油在鸡蛋上 它也慢慢化 看看奶油都化掉了 这样的鸡蛋看起来很松软 很蓬松 好,我们把鸡蛋撩出来 直接撩出来 直接撩出来 开火,开大炒洋葱 开大炒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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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盐 炒洋葱 热炒洋葱 切小火 炒洋葱 现在不是白鸡蛋 切老鸡蛋 先炒洋葱 切粒 洋葱炒出香味 我们倒入米饭 然后放入青红椒 把它摊开 米饭受热 翻一下 家里炒菜是慢火不大 所以不用反复平复的翻 它不会炒到 不像餐馆里面 那个是鸡火 我们现在倒入一些家里 也可以用家里酱 我觉得这样我用家里粉也行 没问题 放入些盐 花椒盐 放入咸鱼丁虾仁和青豆 炒饭用不粘锅炒也行 可是我很喜欢用铁锅炒 因为比较了一下 我觉得铁锅炒出来的炒饭香味更重 这里我加一点黑胡椒 白胡椒黑胡椒都行 铁锅炒 这样换眼热 倒入鸡蛋 撒一點蔥拌 我這個不用蔥花,就用蔥段 綠的看起來比較漂亮 香味很重 家裡的香味 花椒、胡椒的香味 都混合在這塊 鐵鍋炒飯有一股特別的香味 大家可以一口叫下 用不沾鍋和鐵鍋炒飯的感覺 好的,可以起鍋了 好 一道香噴噴的 家裡炒飯就做好了 裡面有蝦仁 魚丁 鹹魚丁 鹹魚丁在裡面 感覺非常好吃 喜歡的 朋友請關注 按小鈴鐺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鴨魚丁 請問一下 鴨魚丁 鴨魚丁